走 跟着你二鱼去找草药 你二鱼又拉肚子 找到草药了吗 上次宠物医院给豆馅洗了肠之后 豆馅现在一直拉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洗肠造成的 这后遗症 当时宠物医院说回来吃点黄莲素就好了 豆馅多聪明啊 那黄莲素它咽得下去呀 去 找点草药给你二鱼吃吃 刚才你二姨闻的就是这个草药 你俩帮它采一点 对 就是这个草药 给它雕毁一点让它尝尝 是不是治拉肚子 走啊 煎并煎的跟着豆馅一起找草药吃 看我视频的那些网友家里面那些宠物 如果洗了肠之后 出现拉肚子的症状 你们都是怎么治的 有什么小妙招没有 欢迎留言告诉我 走啊 一会儿还得给豆馅喂药去 其实用我们的办法给它打一针就好了 但总一样不让打针 哎呀 只能灌药了 走 咱们去照顾你二姨 哎呀 这俩小家伙老是煎饼煎的一起跑 要不是煎饼煎的一起跑的话 这小狼狗就一直嘖嘖嘖的叫 好了 食堂门口咱也转悠了 咱们去前面再转悠一转 就是这个转悠的过程 它就一直叫 也不知道我叫什么 是高兴了还是兴奋呢 快走 走了 快跑 加油 哎呀 这小可爱呢 这胖乎乎呢 不锻炼锻炼 怎么想把你二姨这个拉肚子的问题解决掉 能让他乖乖的吃药 这两只小奶狗好像听懂了我的话 在我的身后一直追着我跑 快跑 找你二姨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